好那我這個題目是最新的 就是這個Java實際 就是我們最新出版的這個Java的版本 那他出版是LongTen的Support 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其實寫Java也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基本上是從Java大概1.2開始就寫 然後然後現在還在不停的一些 玩一些Java的東西 然後那人體開發也有蠻長時間 然後也有一些開發管理的相關經驗 那也寫過了幾個不同的語言 那也擔任了幾次講師 那陳萌大家厚愛就是還願意繼續 這個看可以跳我的稿子來講 那目前我是屬於這個資深的雲端總監 那主要是負責這個專案的需求分析 然後架構設計 然後開發師做維護部署 然後那當然需要跟這個公司各部門的團隊 那去溝通協調 那這裡面的話 當然很多部門上面 包含譬如說也許Failhouse QA 甚至到DM這邊 然後都會有很多的一些需求 或是一些時程他們的安排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看一些新的技術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能夠導入 那在公司裡面我也可以提升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假裝導入 不管是導入新的技術 新的工具 甚至說譬如說既有工具的版本升級 可能都會經歷一些陣痛 就像譬如說我們現在公司目前還在用的是 有些服務是用Java 8 那有些是用11 那有些比較新的專案開始嘗試 那個就是說我們是嘗試做一些BOC 做一些小專案 我們有用Java 14、15 在去年的時候 那當然今年3月推出16 那9月推出17 那當然現在也正在做一些調查 然後做一些準備 那當然這個早上的一些場次 包含比如說Java的Future 然後還有MyGrate的部分 也都跟如果假設有參加的朋友們 也可以知道說我們到 你今天如果假設Java 8 或Java 11 轉到Java 17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陣碰 那我這邊主要會先介紹一些新的功能 然後我們要接著來看說 如果假設我們要真的轉移過去的話 那我們值不值得去做這樣的一個轉換 好那這邊的話 也幫Java Use Group打個廣告 就是說我們有官方的網站 然後也有臉書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Lite Search 那當然我們也有Slack 那其實在這很多連結 在官方的網站上面都有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參觀一下 那另外就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比較沒有實體的碰面的聚會 我們就改用TWG Lite的一個方式 然後用線上的教學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聚會 那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歡迎參加 那我今天agenda的話 主要先介紹 先簡介一下目前Java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會著重在大概16 17的部分 那有些因為16 17 因為有些朋友還在11 所以我這挑了幾個比較重點的一些功能 然後從12到17之間 有哪些重點功能會講一下 那我們沒有辦法全部講 因為如果假設全部講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開個一系列的課程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挑幾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然後也由這些幾個重點的功能 我們可以虧視一下未來Java 可能會眼鏡發展到哪一個方向去 好那盖端的部分的話 目前我這邊是PIOBE的Index 它是每個月都會做一個統計 那基本上它做這個統計 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至少10米以上的時間 那它的統計的話 它會根據幾個不同 它還算是一個比較蠻客觀的一個 不帶有這個偏見色彩的一個網站 去做這樣的評比 它主要會比如說以搜尋引擎的關鍵字的多寡 比如說Google的、Beam的、Yahoo的 然後各式搜尋引擎的 或者是比如說有一些文章的出現的數目 這些去做一個綜合的評比 然後他們也會有一些權重 去排出語言的一個排名 那目前可以在上面看到的話 排名的話目前Python是在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是C 然後第三名是Java 那其實Java在2018年的時候都還是第一名 然後到1920年的時候是稍微下滑到第二 然後後面被Python超車了 就是後面Python跟Java之間互有高低 那C後面都一直在第一位 那Python比較後面火紅的原因是 但是當然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後面在MALO、智能力或是AI的角色上面 Python其實有蠻厲害的一些發展 他們生態系也蠻完整的 就是在科學、數學運算上面 然後Java在這邊是比較弱一點 那今天也有一些智能力相關的一些場次 另外在那比較有趣是這兩三個月 C的排名下降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C後來現在已經到了第二名 那Python現在目前是越升到第一名 但是你可以觀察前三名 他們的比都很近 11、10、10 所以其實都這三個都還算是博重之間 它的Ranking都還蠻將近的 那比較有趣的觀察是底下C++、C++、VB 都還佔據的一定的位置 然後GS法是在後面 那可能 然後另外這個表裡面的話 有趣是PHP它可能會跌到第10名之後 那這個也是可能我們可以觀察部分 那這邊是11到20名 那我們沒有特別的要去做其他的一些討論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後面的比數是比較低一點的 那這是一個 一個就是從2002年之前一直到2022年 就是2021年的尾巴它的一個圖 那可以看到綠色的部分是Java 那它在距離第一名的位置好長的時間 在20... 我看一下 在...對 2020年的時候有下來 然後黑色這條線是C 然後藍色這條線是Python 所以目前他們三個目前還在 活動之間 在一個爭執 然後另外這是一個Jenny Steel的一個網站 那它主要 搜尋的它是會 找各個求職網站上面的關鍵字 然後去做一個數量跟評比群組的排名 所以這邊的話我是找今年以來的 我這邊弄成這個好 我這邊是找今年以來的這個 然後用群組去做區分 然後這個群組呢就是這個Java 就是語言 所以目前看到Java的話在求職的這個市場上面來說的話 它還是有蠻高的比例 超過53%的職缺可能是跟Java有關的 那當然不一定全部都是工程師 有可能它是架構 或有可能是Dalehouse 有可能是其他的 他需要可能懂一些Java 或是需要了解一些Java 那不一定是用Java去做開發 那當然也有一些職缺 他可能會說你可能如果假的你會Java 或者Go或拍盤畫這個class 但是你進去可能會寫其他語言 那至少就是 所以不定是全部的職缺53%都是Java工程師相關 但至少他其實還算是一個熱門的 因為後面看到警戒在後是37%的這個Python 那這個所有的比例是跟所有的工作去比 然後它不是一個各自的一個比例 所以全部加起來會超過100% 因為它是跟Catafore去比 後面第三名是JavaScript 所以目前這幾個還是蠻熱門的 然後後面可以看到Go在這邊 所以在後面 然後這邊是Github的Altiverse 2021年的一個報告 他每年都會做 然後今年的報告的話 就是JavaScript 他這個會其實去算說他在Github中有多少專案 然後有多少的PR Pool Request 然後多少Pork 他也會有個綜合的評定 然後所以第一名的話目前是JavaScript 然後第二名是Python 第三名是Java 那在2018年這邊有一個交叉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Python在2018年以後就火紅了 做馬訓電力的部分 那Java是稍微會下跌的 然後後面幾個集體直追 大家可以看到TypeScript在後面 然後掉的比較嚴重的是Ruby 掉的蠻嚴重的 到中第五名掉到第十名 那其他的都還是 都還有一定的這個支持度 好 那這個幾個是Overview 那我們這很快的 因為時間沒有很多 我們很快的來到 直接介紹一下Java16跟17 今年的兩個版本的新功能 那我這邊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目前Java17是最新的一版長期支援版 它是Long-Term Support Verge 最新的 然後上一個Long-Term Support的 是上一個Long-Term Support的是Java11 然後中間已經隔了三年 然後六個版本 然後再來就是Spring這邊 他們已經有宣布 就是明年的出的Spring Pro 6跟Spring Pro 3 會支援17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專案 有用到這兩個重要套件的話 那可以開始嘗試 他們可能已經有一些先行版 你可以先試試看 那我們也鼓勵大家 就是可以先做用17做一下POC 因為這個如果假設你是8或11的話 要升版有點多 那中間可能會遇到一些痛苦 所以早點做POC會準備會比較好 然後Java18會是在明年3月的時候釋出 那但是它並不是一個長期支援版 它可能就六個月的生命週期 然後現在的週期 本來早期是三年會出一個長期支援LTS 但是現在政策已經有些改變了 它現在已經變成兩年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 就是兩年後的Java11 也就是說四個版本 然後四個版本 它會是下一個的 應該會是下一個的LTS 應該會是 我們到時候是女代 它會是在2023年的9月 也就是兩年後 然後這邊是一些 這個Gsnack Performance的Benchmark來做比較 那基本上的話它是一個網站 它是這個Ultra Planner 它這個網站他們做的一個評比 那他們的評比 他們有各自不同的一些方式 包含他們有很多的一些運算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200C 800C B1 200C 800C是一個Grooper B1 B10是一個Grooper C C8是Grooper S2 S3 然後M1 MH1是Grooper 然後NL14是Grooper 基本上它是幾個不同的Grooper 然後下去去跑數據 然後去做一個它跑出一個分數 然後分數是越高越好 那它這邊的話 我這邊清掉 藍色的部分是說 如果假設它從G比到11-17 有多少的效能提升 然後如果綠色的部分是只從16-17 所以看到在某些項目上面 比如說在C7 C8這個項目上面來說 11升到17的話 它有超過20%的Procomus提升 然後在C8這邊甚至是接近到快到20% 那在其他幾個項目上面來說的話 大概有不到10% 甚至超過10%的一個效能提升 如果從11到17 那16到17的話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的明顯 因為其實從11到16 中間已經有好幾次的效能的提升了 那有當然也有就是說 在某些情況之下 它的效能有下降的 但是它下降的比例來說的話 如果假設你的城市裡面 沒有這樣的一個相關的資料 相關的運算的話 其實就不會影響太大 那這邊第一張圖 它是以G1GC 就是預設的G1GC 來去做Procomus比較 就是說它去跑Benchmark 然後它的GC是用G1 然後這一張的話 它是改用 它也像是G1GC 但是它是用 它是用Payroll的GC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去比 然後在C7 C8這邊的話 它的Procomus是幾乎 提高的更多 但是在B1B10這邊會比較低 那這邊網址不愛下面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 那我這邊直接講它下面的結論 就是說他們去測 Java17平均來說 一般來說 它應該是它比11 是快了大概8.66的 效能提高了8.66倍的百分比 然後比16的話是快了2.41 快了2.41 然後另外 如果假設是Payroll G7的話 是大概快6.54 然後對於16來比的話是快0.37 所以這個差距比較小 那單純就Payroll G7跟G1G7來說的話 Payroll G7還是比較快16.39% 這Payroll G7是Payroll G1G7 它還是有快 那因為Payroll G2G7也是11後面採取的東西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 有興趣可以研究G7相關的東西 那我這邊很快的介紹一下16這邊的東西 在基礎建設部分的話 就是一些Code轉移到了Git 就是GitHub上面 本來有些Code是在Microreel上面轉到Git 然後那本來有其他的 然後也搬到了GitHub上面 然後再來在10座的implementation的部分 這個C++14的功能 現在是可以用在裡面 這個我們現在沒有太關心 ZGC這邊它有個 Concurrent Threat Stake的部分 做了一些優化 那這Concurrent Threat Stake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這個ZGC就是 早期我們在做GC 會有Stark Award的這個狀況 那Stark Award很常會要Stark Award 因為我這邊會需要去對每個Threader 甚至每個Stake這邊 如果假設他要做GC的時候 必須要找到是一個Safe Point 所以ZGC他們或者後面幾個修正 他們拼命就是想要減少一個Threader 去找到一個Safe Point 然後提下來的重要的機會 那因為比如說如果假設我今天 我下個命令說我要看所有目前Threader 那個Stake Trace的話 那我一定要Stark Award 因為每一個Threader 他都先要到一個Safe Point之後 安全點了 然後這個Threader才可以停下來 我才可以去印它的Stake Trace 所以這個會很容易 做成Stark Award的時間 它都很長 所以他在這邊做了一些優化 L-Pile Linus 只是就是一個Port的版本 然後Windows的Binus Port的一個新的那個 那個64Win的版本 然後在GDK部分的話 Elastic Meta Space 是說在那個Class裡面 有一些 如果假設你沒有用到一些Meta的一些空間的話 可以把它還給記憶體 那就你會有更多的記憶體 再來存東西 然後這也是一個優化 那Package Tool 我們等一下會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Unix Domain的Socket Channel 就是說我們大家 如果假設你有Unix的話 會知道有 我們有個檔案 是UnixSocket 這樣的一個檔案的一個 那這邊是做一個原生的一個支援 你可以去連結 去做 對它去做Mio Channel 一些操作 然後Warning for Value Based Classes 就是說 我們在一些數字 或是一些基礎類型上面 它有分成Primitive跟Rate的兩種 不同的表現方式 然後現在我們會希望大家盡量 就是在 它現在是希望所有Raper 用起Raper開始用起來 就好像Primitive Type的那種感覺 所以 在之前幾個版本裡面 有一些Contractor都已經被取消 不能用了 所以 不希望你用New Integer的方式 來 來產生一個新的Integer的5件 你可能用Integer i等於10 然後分號 你可能就做完 或是你用Value Off 這樣子一個Method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看過 Byte 或是Integer 或是Long 裡面在Call的話 他們其實有些區段 它都已經預計幫你生成好 放在記憶體裡面 你在要用這些的時候 它直接就是為同的5件 這樣子你不管是EQUOS 還是等於等於 它其實都是除 然後因為它都是同一個 有點像是那種Fly Wait Pattern的一個形式 然後 所以後面希望 也能夠這樣做 然後這樣減少一些 減少一些物件的開銷 然後再來就是Pattern Match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Ricker會待會介紹 這個 這個Strong 這個的話就是做一些封裝 那有一些比較不安全的 希望就是大家都不要再繼續用 然後Battern 這個幾個孵化的我們 這個後面會再 這個Seal的Claps會再說 然後17的部分的話 有個很重要的17的功能就是說 現在就是在 在 Mac OS 大家已經知道有出了M1的CPU 然後今年又出了M1 X的Pro跟M1X的Max 然後在上面如果假如你要用Java 目前就是你可能只能用其他的一些Java的那個Build版本 官方目前OpenGTK還沒有 那現在Java17的話 他已經就支援了 所以這個391這個就是在對 就是Apple的CPU去做支持的一個JP 那已經做完 所以如果假如你有買新的MacBook Pro的話 也可以裝17 來看看 那麼在17的JTK的部分的話 Mac OS 只是說他原本裡面有一些就是Swing或是Java2D 他原本沒有了OpenGL的東西 然後那個要把它淘汰掉 要把它換掉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有點技術再去修 沒有其他的 然後RestoreAlwaysStreet這個 這個的話大家如果假設我先清楚一下 這個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說什麼 但是我把這個線畫起來 就是StreetFT 大家可能會記得有這個關鍵字叫做StreetFT 那這個在1.2之後 我們就是有兩種對於伏點數的一個處理機制 那就是有一些微微的就是差異的小小差異 那他現在Restore就是說 1.2之前是只有一種就是嚴格的 然後1.2之後 他把它變成只有兩種 就是你可以鬆散一點 然後如果假設你要嚴格的話 你就必須加這個StreetFT的這個關鍵字 現在Restore的話以後就是一定都是嚴格的 所以後面這個關鍵字後面可以加一些一些參數 你在跑之後 如果假設你有這關鍵字的話 他會跳警告訊息給你 告訴說你有用了這關鍵字 其實他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你可以把它移掉 然後一個Warning可以這樣做 然後這個 這是亂述的這個 人鬼會講 然後StreetFT會說 然後這個的話是反序列化 我們可以有些filter 所以你在做反序列化的話可以 有一些filter可以做一些預先的處理 然後幾個 我看如果會講的話 我就不直接說了 播放器裡面現在有三個 一個是Switch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提到 然後 Foreign Function跟Memory API 它其實就是Memory的一些操作 然後跟外部程式的操作 它其實這個東西後面還有好幾個JT 未來要發展成取代JMI 就是Java Native Interface 那個有一點蠻難用的 我們用的蠻痛苦的 所以後面他們有這個東西會去取代掉 然後removal的話就是有幾個 就是要拔掉的Apply 這個應該還沒有在用了吧 然後它就是先把它標註 然後再來RMI I的相關啟動的部分程式也會移掉 但是RMI還有部分程式還留著 然後有一個410這個比較 這個可以要提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 實驗性的AOT跟JIT 這個AOT的話就是Ahand of Time 然後JIT就是Just in Time 這其實就是在講GRAW 那個GRAW 那本來他們加這個代碼進去之後 後來發現用的也不多 那是實驗性的 然後但是它維護起來成本很高 所以他們現在先把這事情拔掉 那如果假設你用GRAW的話 可以直接去GRAW的官網上面 下載那個JVM來用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OpenGTK就不提供這樣的功能 那後面GRAW後面會不會跟OpenGTK整合在一起 這個可能可以再看看期待上面 可以再期待看看 好 然後幾個重點的功能 第一個就是testblock 那testblock的話其實在Python 或是很多語言都已經有這個 但是Java都沒有 所以大家之前都用的很幸福 那它其實就是為了更好的閱讀性 所以的話其實就是說如果假設 你用這樣子一個三個雙引號 合起來的那顯示的話可以顯示的很漂亮 然後當然中間的一些縮排的話 大家都可以幫你說的不錯 那我這邊用點去這個表示一個空白 那這樣大家可以看出 比較看得清楚這個縮排的一個樣子 然後後面我也加了导寫N 就是說它這個換行的部分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如果假設它的縮排 你不用你比較提前的話 那你最後一個是比較提前的話 那它就會你的第一行就是 後面就開始會有一些縮排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這邊有沒有對齊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你看是要你的語意比較好看 還是說你的這個出來的結果 是需要多的縮排 那這邊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 一些功能 就是一些小地方要注意的 就是說每一行最後的空白都被移掉 然後你可以如果假設你真的需要打三個雙引號的話 你可以用導線線去做escape 然後如果假設你在最後一旁 下到導線線的話 就有點像是你在Lease comment line上面下指定 然後它就會下一行 它其實會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我們剛剛在上面看到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 因為我們最後的closing 它是有換行的 所以每一個最後一行 它其實還是會有一個導線線在這邊 那如果假設你不要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經營連著你最後的處理 它就你的最後一行就不會到導線線而已 然後它可以跟formatic的用在一起 所以底下有個例子是一個 這是綜合版 就是說我們這邊如果假設你真的需要輸入 三個雙引號的話 你可以加導線線 那次微導線線的話 它就會跟最後面的這個 罵號連在一起 所以這邊就會是一個進戰後 後面就一個空白 然後就緊緊接著這個罵號 然後這個三個罵號 整個形成的test block 你會再呼叫stream的formatted 因為它就是一個stream 然後就可以呼叫stream的formatted 然後你可以把word 帶到這個case上面去 所以它這樣好出來的話 就會底下是底下的 打了我 我打錯字了 對我打錯字了 好 稍微這個 是後面試出的圖片我再修改 好 那switch的部分的話 大概可能大家也有一些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那兩種形式原本的話 是用這個大家熟悉的是用罵號形式 新版的是用這個箭頭的形式 那幾個點就是說 它跟傳統不一樣的話就是說 不管它是你可以用箭頭去取代一個這個罵號 然後呢你也可以有多個多個這個 你一個case可以有連好幾個 你可以用逗號分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沒有 Full through 的 我這應該有打錯字 應該是A 就是說它沒有穿透性 它就說它沒有block 它不能讓你break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做break 所以它最後就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說如果假設我今天是一個statement 我是一個描述的話 我就是說我今天輸入一個星球的音浪進來 如果是地球跟火星的話 我就輸入它是內部的星球 如果是木星補星的話 我就輸入軟件星球 就是它就是一個顯示 它就是一個顯示的功能而已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它回傳池的話 那就是比如說你可以去做這個回傳池 然後你這個 這個是可以把它retend 或是你用一個 因為它是數字 你可以用一個ind i等於這個switch 你就可以去做assignment 就可以做指派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假設你希望做一些操作之後 最後再把詞丟出去的話 你可以用yale 這樣一個寫新的關鍵字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我這邊要做一個指派 然後但是我底部裡面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可以有一個括號之後 我也有這個r 然後你當然可以print發出來 那注意這個r 這個r它也只能在這個button裡面用 然後當然如果假設你是想用傳統方式的話 像這個是傳統方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加yale 那如果假設你用新的方式的話 你只要用箭頭 我們加持就可以了 這是兩個不同的區別 如果是你是用mahow的話 我們一定要加yale 那你不用加break 因為它沒有具有不具有傳統性 所以它就是找到它就跳走 它就跳走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instead of 那這邊的點就是說 我們早期的 如果假設我們要 看一個物件instanceoff的話 我們都需要check 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這邊有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這邊的這個 我們以前都會說 如果假設這個物件 它是instream的話 那我就要轉型成instream 然後我再assign 所以它其實這邊是check 橘色這邊是check 然後我藍色這邊是做assign 後面綠色這邊是在做cast 然後一定三件事情很麻煩 所以性感版的就是說 我在這個instream後面 我就直接加一個小的變數 s在這邊 然後我就是可以在這個區塊裡面直接用s 那下一個區塊我這樣就不能用s 因為它已經是不同的block 那當然我在這邊也可以去做一些運算 我可以用endend 然後我用endend 我前面條件成立了 我代表後面一定有m可以用 那你如果用endend的話 你這個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用all的話 這就會error 為什麼 因為你error的話代表你前面條件已經不成立了 你前面條件如果不成立的話 你一定不會有m這個變數 你後面就沒辦法用到它 所以這邊你在用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這一個是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那但是後面呢 它又有其他的一個變形 變形就是說這是17的 這還在preview 它還沒有定版 那它preview的部分的話 它是針對switch 這switch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很多if-else 我們看到if-else就是三個 如果假設我今天我針對很多的型別 我去做去做check 去做check assign case的話 我的if-else寫很長很醜 然後剛剛的 呃這個我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這邊我還有還要去做一些可能 我不是case的玩m map之外 我可能還要去檢查四次空 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新的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針對switch 去就是把剛剛的if-else轉 用switch的形式 所以它就會變成長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一個switch居然 我一樣是物件 這個其實跟剛剛的那個是等價的 是等價的 也不算完全等價 但是大家可以感受那個狀態 那個樣子有個feel 然後我這邊可以先檢查它是不是空的 那如果假設它是空的話 我可以說 如果它是now的話 我就說 那我就硬個now出來 那如果假設你不加這一行的話 如果假設你不加這一行的話 那它預設的話 會是丟一個not point exception出去 如果假設它真的是空的話 它預設會丟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希望它 不希望丟那個not point exception的話 你可以就是這邊有個case 那我去接 你這樣就沒事 你就繼續往下跑 那後面的話 String S 這是剛剛我們在ifelse 已經看到了 這個就是這邊再去做一個check case這邊就是在做個check 然後check完之後 它同時也去做一個assign S 跟轉型S 轉型String 就全部做完了 然後這邊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看到map這邊去檢查 它是不是空的 這一塊 它整個你都可以把它放進去 你會覺得這case好像是跟if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case就會變成我 我同時轉完map 如果它是可以轉成功的話 我可以檢查map它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話 我就印出這個map內容 如果是空的話 我就跳default default的話 就是這個map 它就直接透視清出去 所以它這是最新的 這個還是preview 那我在想 它可能還需要 它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可能下一個版本 可能還不會出來 因為它有一個 有個feature worker feature worker是什麼 就是未來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可以今天比如說 我今天這個expr experience 它是一個interface 它有幾個實作 integer negative Athe multiple 幾個不同的實作 我今天進來 我case到它是哪個實作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就是 我就直接 這有點像是爛打的那種感覺 但是 然後negative的話 就是加個負號 然後就做EVAL 就是它會再回來 再呼叫它自己 就是說我今天 這個大家可能叫這個 如果假設我今天是negative的話 我就帶個負 我再呼叫EVAL EVAL是誰 就是這個map 我再回來呼叫我自己 所以add的話也是一樣 這邊有兩個experience 我就可以去做什麼一個套錢 有點像是那種地歸的那種方式 我再去算出LO 那個left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我今天add 這個left 它是不是本身 它是不是那個還是multiple 還是什麼 所以它就是從幾 一直算到底之後再跳出去 所以你可以這樣不停止做 那如果假設都不是幾個話 你就輸入這個indigal state to exception 那這是未來還要做事情 現在都還沒有 這個連在17年以後都做不到 未來會有 好 recker recker這邊的話 大家可能之前有用lomba很多的 想說 lomba很多 那個有一些還蠻好用的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人家lomba我換個 JDK的版本的話 然後等它使用一掃後 又很麻煩 然後當然就是就算這兩派啦 有人喜歡有人說堅決不用 那尊重大家各自的這個想法跟硬件 那如果我在這個其實在之前就已經出了 那17之後會更完 就是之後幾個版本會更完整 那它一樣它這個是主要是出一個 immutable的data的一個物件 它是immutable的 它不能夠修改 那它這個不能修改的話 它其實我們待會直接會看一些例子 那它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作為一個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 你今天如果做一個BO 它是會修改的話 你可能不太合適用這個 recker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這個recker的話 它是有個關鍵詞就是recker 那它會有個public的gator 就是說今天如果假設我看我後面有個例子 你如果假設有一個 比如說我有一個point的話 有xy跟xy 去描述個點的話 那我就會有個method叫做x 可以去取得這個成員x的值 就是它會是同名的 然後它會有一個 也會有個private的final的feel 就是說去描述這個x跟y 這兩個就是private的 而且是final的不能夠修改的 然後它也會有個constructor 就是xy你可以存進去 然後它也會幫你做好equals跟h 然後也會做好foolstream 那所以基本上它這些就是基本的成員 那你可以在它有一些限制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去繼承了一個java.down的recker 有點像是e-down的感覺 所以它沒有辦法再去繼承其他的類別 所以你沒辦法去繼承 而且它這個recker是final的 它定義就是final的class 所以你今天做了一個recker之後 你沒有辦法再去做下一個recker 就是沒有辦法去繼承 它自己沒有辦法繼承關係 然後它也不能夠做抽象化 所以你不能有個instructor XXXrecker 這樣子做不到 它就是一個實體的物件 實體的一個class 然後你沒有辦法去宣告一些變數在裡面 然後你沒有辦法宣告變數 因為它所有的變數都 就是它的成員變數都希望它是不可變的 然後每個欄位都必須要去final的 然後你不能加native的method在裡面 但是它有一些行為可以用 就是說你可以去定義static的method 跟initializer 然後它也可以實作interface 然後它裡面還可以再加 它還可以做 它可以有匿名的內部類別 它可以有潮狀的內部 它也可以加annotation 然後你可以去overwrite它的建構值 跟它的assessor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它分成三塊 這個recker就是它的關鍵字 然後後面定義說你這個class叫什麼名字 然後兩個成語就是X跟Y 然後它實作 比如我這邊實作的序列化 它的body你就不用管它 因為body這種生產 包含比如說剛剛我們講的e-course h-code to-stream 然後還有一個X跟Y的方法 可以讓你取得X跟Y 然後你可以定義static的成員 所以這邊有static的一個counter 然後你可以去呼叫這個counter 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去做定義的 所以展開的話就會說 如果假設你直接去定義一個最簡單的 就這樣一行的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一個new point 來去new它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幾個它都幫你做出來 e-course-stream h-code 跟這個X跟Y這兩個 好 那sealclass的話就是說它其實是去控制整個繼承關係 去控制你繼承 所以就是說我們今天早前我們做一個interface 或是class的話我們沒辦法控制誰去繼承 但是今天如果假設你用sealclass的話 你就是做一個封建 那你可以去控制 它控制的話就是說你可以用seal的 比如說我今天做一個interface 然後我就是可以用seal的方式 我去定義說只有這三個東西可以用 然後這三個你可以其中一個final 代表它後面到這邊就結尾了 你也可以這個re-angle也可以繼續它是seal的 然後它使作這個interface 然後他說我還有這個小孩 所以你可以把整個繼承數就是整個做完 而且這個做完之後 別人也沒有辦法去用它 因為你後面最多很多都是final的 final代表就是你沒有辦法再繼續繼承下去 然後這個大概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比如說用raker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個raker square是raker 那為什麼square可以在這邊用raker 因為我們知道看到raker它是final class 所以final class就符合它就是結尾 像這個circle也是一個final class 所以這邊結合我們看到的switch 那個mation switch就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如果假設square 而且它比如說它是直角的話 如果假設我要旋轉嘛 原型旋轉那種旋轉幾度都還是同樣的 我就直接回去 長方形的話我就是要我配一下 那如果是正方形 而且我是90度的話 我就直接回去 我就不用轉 然後其他我再轉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結合 包含它的raker 然後sill class 然後包含那個pattern matching switch interface instanceof 整個全部都是在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發展方向 然後packaging的話就是我們做打包的 那打包的話基本上的話 你link windows mac都可以打包 就是下這個指令 你要你的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的目錄是在哪裡 這個目錄的話就是說 我的這個jar檔目錄 我的demo.jar目錄是在這個link 底下 然後裡面的main class是這個 然後它就幫你包 你就可以直接產生 相對應的 那個作業室底下可以執行安裝的一個 執行檔 這是打包的工具 這是取代之前的一個比較弱的一個打包方式 然後這個可能大家也已經知道了 就是說no point exception 就是它會有更清楚的一些說明 就是告訴你說 比如說如果假設我這邊 這場丟到exception的話 它會告訴你 沒辦法讀C 因為我的A點B是空的 也就是說我的B是空的 所以導致我細讀不到 那底下幾個也差不多是一樣的意思 底下也差不多是意思 那這個是新的batter的API 這個主要是在做 我這邊就沒有多的一些描述 他這個主要是在做向量的計算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傳三個flow進來flow ABC 其實我這邊底下去做 找一段區段出來之後 其實是在做flow的 就是浮點數向量的一些應算 最後把它做一個計 然後再把它回傳出去 所以這邊是在做向量的 那這邊他特別用這個 你說這個向量它有什麼好處 這個其實你在做影像處理的時候 或是比如說你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做AI的時候 很多你是需要做到矩陣的旋轉相乘運算 那其實這邊向量 線性代數裡面這個向量空間 其實它就是有些你可以用矩陣或是方程式 什麼之類的 它可以用這個 而且它這個後面它要去做兵型處理 就是說它可以丟到不同的CPU的code 上面去跑 所以它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感覺我們後面可能 Java在影像處理或是訓練上面 會有一些播出一些進展 但這個還在浮化 還沒有成 然後這個是做rindon的 就是做rind速的 那這rind速的話 它有一個新的interface 就是這個rindon generator 那它有四個 目前有四個這個實作 那它後面哪有四個interface 它後面還有其他實作 那麼17裡面的rindon 跟spit for random 跟secure random 都已經用這個新的 那這個話 它是你可以給它一個直接看扣 就是說你可以給它一個up reason 你可以給它一個演算法 所以這演算法 比如說它現在有rindon generator 就是off 你可以給它一個演算法 演算法之後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取乱數 然後它建立之後 你可以回傳一個區間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retend 是一個rindon stream 然後我要是0到100之間 然後size 你可能比如說傳10 它就給你10個0到100之間的乱數 然後用indigous stream給你 你最後這10區 你就可以點到 看你要collect 還是去做博弈曲 還是做什麼都可以 好 很快的結論 差不多時間也到了 那我們這邊看到現在 其實從之前到現在 你說要不要改用java時期 我個人建議是說 我覺得你最終還是得用 就是你看現在很多 好像java1.4 1.5的 他們很多都還是轉到java6 java8 尤其是幾個大廠 幾個套件他們開始要去支援到java17 這樣一個長期版本的時候 最終可能還是得用 那可能有一天就會有一些套件 他就說我這個必須要java17以上才能跑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之前 我們的確有一些 有一些套件是要求比較新的交友版本才可以 那當然在看我們效能的評比上面來說的話 跟11比起來好像也許10% 20%的效能沒有差很多 但是他主要會在 因為他是跑benchmark 那可是我們實際上在跑的時候 你要注意 因為如果假設你是跑11的話 你可能你是用你的g1 他是比較陽春型的一個g1gc 那11之後到17之間 有很多g1上面的一些改進 包含剛剛的pro 然後另外他也有其他的gc 包含比如zgc或senaduna gc 那這個是針對如果假設你的memor 甚至到para等級的memor的話 你做gc的話 用zgc 比如說是更有 比g1是更有力的更好的 尤其是在做比較大的 這個記憶體的gc的時候 那所以我會推薦大家 最終還是要往17去前進 那比如說你往17前進的話 當然一個就是說套件的支持度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還有一些顛簸 但是也許明年開始等到Spring 6 Spring 3出來之後 整個生態系會慢慢的變得比較完整一些 然後另外就是說你即使用了17之後 不代表你所有的call 你全部都換成17的語法 你還是可以就是說用17的引擎去享受它的更好的gc 更好的performance 然後你不一定代表說你所有的call都要改成17的語法 那我覺得如果講是你有需要的話 你再去改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你寫完之後 有新的語法出來說 那原本舊的那些call就是一個技術在 那你有新的pc要去做 然後可能並沒有時間去把所有的call都改寫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 我們公司之前很多一批java8的 後面大部分都是把他的引擎換成11去跑 然後performance的確有提升 然後call的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假設真的有需求的話 我們會再去做一些調整 然後那這次17的話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做一些準備 然後已經開始做 做一些我們有試著用幾個比較小的一些專案 來去用17去跑跑看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們還在做一個調研 然後還看這個調整 但是目前看起來問題不是很大 那主要的話 同時就是說如果以後面6跟3有出來的話 就是Sprint 6跟Sprint 3出來的話 那到時候你看你的 那就是一個很費工的事情 所以雖然費工 也許就是說你舊的落跑好好的 不想弄也沒有關係 但我建議就是說後面 如果假設你有新的專案 那你可以試著用17來跑跑看 然後它會有更好的效能 然後在很多的知識上面會更好 那這邊是我們的 我這邊的一個對17的介紹 那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謝謝各位